10月19日 女演员邓立新现身尖沙嘴半岛酒店 出席珠宝专卖店的开幕酒会 前几天刚过完35岁生日的Stephy 一身贵气装扮现身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她直言在台湾过了一个很开心的生日 男朋友王子特意为她精心准备了一个生日派对 就是准备一个party啊 然后有设计啊 然后蛋糕啊 其实因为都是一些布置上的 然后一些准备 因为我觉得那些准备需要时间嘛 需要想法 然后就是在我去之前她已经准备好 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问到对方送了什么礼物 她就神秘表示 生日啊 这个好像是 应该我觉得留给自己做秘密吧 礼物就不要讲是什么 但是是过得很开心的 对 说到最近有报道指她不介意急性结婚一事 Stephy文言后当即流落一脸惊恶神色 缓了缓后就对此事做了回应 我是说我是一个很很急性的人 我是可以急性去旅游啊 急性做很多事情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不喜欢很长的 长远的planning的人 但是登记了我是没有说是可以即兴登记的 可能是听错吧还是误会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都是随缘 就是尤其这个 这个你说很多人关心的结婚的问题 那对我来说也是暂时我自己没有这个planning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 这一个囉更新的 词字幕ET与李宗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 优独播剧场——YK